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Cosdiv的左边是这个 那根据我们第一堂讲的数学 这是一个电场的蜂蜜面的面积分 它可以写成电场的divergent 的体积分 这是对某一个面 这个面外面就是这个 这是面所包的一个体积 于是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等式 那现在我们把点电荷的电场盖进去 就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封闭面 里头有一个点电荷Q 那么它产生的电场 任何一个位置产生的电场 我们证明过 它可以等于四拍 y0 r平方分子q r unilateral 对不对 点电荷的电场 我们现在把它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带入1式 ok 电场 带入1式 那我们看左端 左端 就是1式的左端 是等于电场的封闭面积分 好 封闭面积分 我们就把这个排进去 啊 这个 四拍 y0 跟这Q 可以提出来 这是禅数 里头就是什么呢 里头就是 r unilateral wda over r平方 这个 d da 那这个就是 四拍啊 整个就是d omega 这是d omega 的封闭面积分 就是四拍 四拍跟四拍 约定 它就等于 y0分子q 左边是这个值 左边是这个值 但是右边呢 我们看看右端 diverting 中1 乘上 d top 好 1是这个1啊 这是球坐标里头的 电场 你看球坐标 diverging 是什么东西啊 啊 球坐标的diverging 是什么东西啊 你把球坐标 带进去 球坐标的diverging 我们现在把 它带进去 我还是把 1的常数向提出来 在 4 pi epsilon 0分子q 啊 里头 就变成 diverging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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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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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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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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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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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partial derivative,就是divergent of这个项链 这个项链因为它只有r component,它的大小是这个 所以它是r平方跟这个,r平方乘上这个component 你看,r平方跟r平方约掉了 就是1,1再对r做partial derivative,是0 左端是等于q over epsilon 0 右端却是0,左端不等于右端 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 这个我们都用过,对不对? 这个等于这个,没有问题了 现在我们就看看,这一端为什么是0? 如果是这个字不就刚刚好嘛,对不对?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个量,我们看看这个量 divergent r univetral over r square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我们分子分母都乘一个r的大小 于是这个就变成r vector r的大小乘成r univetral 就是r 以下就是r的三次方 你这个量做一个divergent r univetral divergent r univetral 它本身是一个向量 向量 又是一个微分 微分 当这个量要微分的时候 如果分子分母都是变数的话 你要微分一个,把另外一个当常数 然后再把另外一个当常数 再微分这个 所以呢,这个量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在这里 比如说,我们先 先把这个微分 先把这个微分 我们可以先 dort 先微分这个 先微分这个 r 30分分之1 把r HaniV AsíV当做是常数 這個operator,先作用在這裡,然後再doc這個,然後再加上,我們把r三次方提出來,把這個當常數,divergent r, 現在我們一項一項來做,比如說我們先做這個,gradient,r三分之1,這個做gradient,gradient的球座標要怎麼做? 然後gradient的球座標,它現在因為只有r,所以它只有r component,然後partial over partial r 的這個,這個做partial derivative,然後這個就可以微分了,這個微分的話呢,就等於 就是負3乘上r的四次方分之1,所以它是等於負的,負3,這個拿出來,r四次方分之3,是這個值,然後再看這個, 我們再看這個,divergent r,這是一個辯說,它就等於r平方,r平方,partial partial,partial r,然後是r平方,乘上這個量的r component的大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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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好,那麼,不是r,不是r分之1,因為是錯,常常會是錯,常常會是錯,好,那麼,這就是r三次方的微分呢,三次方的微分呢,它就變成三倍的r平方,對不對? 因此,這個就是二三次方分之3,好,我們把這兩個代入,我們把這個當地,好,這個代入上市好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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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adership,我們帶到這個示範裡頭來,那我們就這看一下,divergent r deb gamers sequence dot r mighty square這一下,這一下就是它要DOT一個R absorbed一個r這個再再DOT一個r的話,r celestial dot r Dre等於1 它就等於축的。 3 over r 的四次方 這個不是r unilateral 這個是 有一個是r 我才能夠寫錯東西 這是 dot r 不是 dot r 這個 dot一個r的話 我們這樣子寫 它是等於負3 r unilateral dot r over r 四次方 然後再加上一個 這個 帶到這個裡頭來 就是小r三次方分之3 它是這個結果 你看這個其實就是我剛剛寫的一樣 以這個動作這個就變成r的大小了 這個呢還是r三次方 還是r三次方分之這個 不過我們先這樣留在這裡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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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等於零的時候 我們說 當r等於零的時候 分五是零 我們先看不是零 如果分五不是零的話 這個其實它就是等於 負3的 over r 四次方 不等於零的話 不等於零的話 這兩個 大小相等 符號相反 於是我們就說這個 這個值等於零 如果這個 等於零的話呢 等於零這就是一個不定值啊 你不能夠把它加起來 我們現在就看 如果 如果 r等於零的話 你就不能夠這麼做了 就不能夠把它 加起來哦 什麼 又的怎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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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零啊 整個這個是零啊 整個這個是零啊 嗯 這個成真是一 是不是零 啊 零幾分呢 整個東西都沒有來幾分 通通是沒有了 不是 是 零幾分這個產出 不是 你現在這個意思就是說 哈 我這個零 這裡 這個零 哈 處處的這個 好像密度都是零 密度成一個體積 還有沒有Q啊 這裡 這裡也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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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有Q都是零 加起來還一個長數啊 啊 這個顯然就是個零嘛 在這裡啊 你硬說它這個長數的話 那零就是它的長數 好 那麼我們現在 去看這個 當 當 R 等於零 的時候 然後 2等於零的時候 我們就 把這個積分 積一下 好 我們要積 嗯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 積分呢 我們這裡哈 就是這個積分 對不對 就是這個積分哈 我們現在把這個積分積一下 我們現在把這個積分積一下 那這個呢 我們可以把它變成 滅積分 代分其一個這個量 我們可以把它變成 滅積分 三次方法 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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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R DOT 這個不就是 DOT DOT 這個個量的積分呢 DOT DOT 他要看什麼呢?看你這個二的不等於零來決定 二等於零的話呢,是失態,二不等於零的話,那個積分是零 因此我們就,因為有這樣的一個結果,所以我們就把這個面,我們特別用這個來表示 有以上結果,可知 Diverging R Univator over R Square 而這個值,可以有兩種結果,兩個條件之下有兩種結果 這兩種結果,我們用以下的一種表示法來表示 可以由這個結果來表示 這個結果就是這樣子寫 我們說,delta diverging R 平方 我這個眼睛,現在平方看成三方 三方看成平方 這是平方,OK? 平方,好 R over R Square 好,那麼我們可以把它寫成,負的 gradient R 平方 它的值呢,可以寫成4pi delta R Diverging R 平方 Divergent R 平方 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然後呢,用這樣的表示 這樣表示以後呢,能積分好 我們會講到delta function 這個delta function非常的妙 這個東西,我們先把它用這種方式表示 就是說,它可能會有兩個值 好,那麼,這個式子裡面的這個R delta R 我們等等會講delta function 好,那麼,等於我們再繼續講 高時定律 用這個結果帶到高時定律裡面去 我們就會得到兩種結果 那麼,首先我們要看一個等式 這個叫做常用 常常用到的 我們先看這個 比如說,R分之一做gradient R分之一做gradient R分之一做gradient是什麼東西呢? R分之一 R分之一 好,那麼在這個地方 因為R是什麼? R就是 這個是R crown 這個是R 從這裡到這裡 從這裡到這裡是R unilateral 好,是這樣子的 這個是我們的 observer的 的位置 那麼如果這個 delta上面呢 沒有perm 沒有perm的話呢 它就是對什麼做 圍分呢? 對 對 裡頭的 field point 這個做圍分 我們先寫 你就看得很清楚 我們把這個 先把它畫成這樣子 gradient 我們這個R就是這個大小 這個可以用X crown Y crown Z crown 的表示 如果低卡坐標的話 這個就是XYZ 因此 它這個就等於X-X crown的平方 加上Y-Y crown的平方 加上Z-Z crown的平方 然後再開根號 開根號 分之一 分之一 如果 這個是 沒有打prime的符號 那它就是等於 I partial over partial X的 這個 那麼分五其實就是R 我們 我們 有三項要寫 我們不要每項都寫這麼 這麼複雜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寫說Pasha 已經有Pasha Pasha 然後 這個地方 我們就寫 R分之一 這個就是R分之一 再加上 K Pasha Pasha R分之一 再加上K Pasha over Pasha Z R分之一 我們現在 一層一層來做 一層一層 我們先做一層 其他兩項 就可以根據它的 規則 把它寫出來 我們看一下 就是這個 這個 分數 僅僅對X做偏偉分 對X做偏偉分 對X做偏偉分 那它就等於 偏偉分 對X做偏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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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就等於 偏偉分 什麼呢 所以它就把 副二分之一 次方 提出來 然後這個 分五呢 它就變成 二的 二分之 二的三次方 變成 二的三次方 好 好 那麼 然後在偏分 這個地方 因為對 partial 對X做 partial derivative 就是偏分這個 所以它就變成 兩倍的 X 軟X prime 再偏分 二 再偏分 X 那就是一了 partial X over partial X 就是一了 就等於這個值 好 所以這個 我們把它 二分之一 跟二 約掉 這個約掉 它就變成 負的 i x -x prime over r 三次方 好 同樣的道理 我們可以解這個 partial over partial y 二分之一 它就等於 它就等於 負 j y -y prime r三次方 好 k -k z-zprime over r三次方 這三個component 我們現在都有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說 gradient r分之一 等於這三個加起來 再加起來呢 我們知道 r三次方 大家都有 提出來 然後 然後 複號呢 大家都有 我們也提出來 所以 它最後 分子 就是 i x -x prime 加上 j y-y prime 再加上 k z-zprime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這就是r vector 就是rvector 就是rvector 你可以把這個 寫成這樣 負的 大家約到一個r的大小 這個就變成r的univector 或者r 比如吧 好 可以寫成這樣子 OK 如果說 這個是prime的話呢 這裡如果是prime的話 它就是對xprime來為分 xprime來為分 好 那我們說 這個 好 它就等於 我把這個三項寫出來 i partion overpartion xprime r分之1 再加上 j partion overpartion y prime r分之1 再加上 k partion overpartion z prime r分之1 好 對不對 這一組跟這一組有什麼不同呢 因為你這個數字 r為分 所以這裡是對x為分 這裡還有一個 partion x overpartion x 所以等於1 如果這是對xprime為分的話呢 這裡應該是 負的partion xprime overpartion x 負1 所以它就是差一個負號而已 所以這個東西呢 它就等於 看我就直接寫這個就好了 這個是 這個是 符號 我漏在一個符號 這是漏在一個符號 這個是正的 這個要記住哦 Gradion的r分之1 等於負rb分之1 r分之1 Gradion prime r分之1等於正的rb分之2 r分之1 這要記住 要記住 那我們現在有這個結果了 現在就要看看這個delta怎麼用法 它代表了什麼意思? 因為等等高斯定律 我們要把這個帶到氣氛裡面去 帶到氣氛裡面去 那個氣氛裡面就有這個反射 現在我們就要講delta function delta function我們可以分成 一維的跟二維、三維的 就是one dimension and two dimension, three dimension 這個先擺在這裡 以後真的高斯定律 我們用這個結果帶進去 因為帶進去要處理delta function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 delta function E為function 就是指這個 還有以下的性質 我們先介紹 delta function 有什麼樣的性質 這個方法我們剛剛只是寫出來而已 這方法代表什麼意思呢? 它代表這個意思 它說 我們現在如果有一個錯標 錯標軸 X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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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也沒有一個錯標 X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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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呢,我們就可以假設說,你找這個東西,你從這邊一路找過來,這都是零,都是零,都是零,然後到這個地方,這都是零,突然上去,突然,這裡就找到了,一離開這裡,又找不到了。 所以這個地方可以是一個非常sharp,我們畫這麼寬,是已經太過分了,其實它沒有這麼寬,它就是從這裡下來,然後在這裡呢,意思是說,你找到這個東西的機會,就在這裡, 這個地方是一,x等於零,如果這是零的話,就是x等於零重的地方,找到它的機會是一,其他的地方,這個就是代表,代表它的機會,代表它的這個破難率,找到的破難率都是零,只有在這裡可以找得到,因此啊,我們就定義了, 所以你說,delta x,它有這個特性,如果x不等於零的話呢,那這個字就等於零,如果x不等於零,等於零的話呢,這個就是無限大, 所以就是這個這個,就是這個,就是這個,就是這個,這個就是這個,這個東西啊,消不上來,就這裡百分之百可以找得到,在這裡,就找不到,欸,有這個性質,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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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 我們就根據這個,假如fx為一般的連續函數, 則這個連續函數乘上這個以後的值, 它乘上deltax的值,除了在x的零處, 除了在x的零處,它的值不是零,其他位置其值皆為零。 我們現在要用deltax來表現一個東西, 就是說這個乘上這個,它的值只有x的零處不是零, 其他的位置這個值都是零。 好,於是我們就可以寫這樣子。 這句話呢,可以用下式來表現。 這個式子就是這樣。 sigmafx乘上deltax,我們就把它寫成。 x等於零的地方,f0不是零, 它要乘在一個deltax。 於是,我們把這個積分從負無穹大到正無限大。 就是說,我們現在要找這個fx, 從這邊一路走過去,負無穹遠, 一路地產式的找到正無限遠。 那就是這個意思。 它是等於什麼呢? x等於x等於0的地方。 這個東西是可以用這樣表示的。 就是x等於0的地方,f不等於0。 所以這是一個常數我們可以提出來。 那7分號裡頭呢,就剩下deltax。 那這個就說,這個東西只存在x等於0這個位置。 那我現在從負無穹遠,它就存在這個位置喔。 一路找過去,是不是一定可以找到它? 這就是,這個就代表一個機會。 一個機率。 機率就是,我從地盤去找,一定找得到它。 所以呢,這個就變成f的1。 所以,以後我們只要碰到,這樣的一個函數、積分。 那麼它只有x等於0的地方,不是0。 其他的,這個x不是0的話, 任何指都是0。 所以它最後就剩下一個f。 那這個很妙的一個東西。 你可能要花一點時間去把它熟悉了。 一定要熟悉。 你不熟悉以後,你的electrodynamics沒辦法學下去。 你的量子物理也沒辦法學下去。 都要用這個來表示。 好,如果說我現在,剛剛是說x等於0,它就在這裡。 這裡都沒有,這裡都沒有。 如果說,它不是在x等於0, 是在x等於a的地方,怎麼辦? x等於a的地方。 那麼就是說,這個面積是代表機率。 找到這個物體的機率。 在這個地方,機率是1。 這個地方的機率就是0。 就是說,在這裡它不存在,這裡也不存在。 我這個,大家畫得稍微過分一點。 應該就是,這個如果畫得真的很窄很窄的話, 就是一條線。 對不對? 那麼,這個時候我們說, 我們說,delta x-a,它是等於0,它是無限大。 如果x等於不等於a的時候,如果x等於a。 就是說,這個本身呢,它是代表真的一個東西。 x等於a,不等於a的話,它就是代表0。 等於a的話,它就是很窄上去。 然後呢,我們就說這個。 delta x-a dx,負無全大,到正無全大。 我們說,現在有這麼一個函數。 我來地產式的尋找這個東西。 從負無全原一直尋找過來,它的機率啊,等於1。 這個機率呢,是等於1。 這代表一個機率。 代表一個機率。 好,那麼,我們現在看這個字。 就是,如果我有一個x,乘算一個delta x-a, 那麼,它呢,就是說,只有在x等於a的時候啊, 你這個東西才找得到。 好,它就是,在x等於a的這個值。 然後,再乘算一個這個。 就是說,x等於a,這個地方,它才存在。 x不是a呢? 那,那通通是0。 這個通通是0。 所以,於是,我們就把這個量給它積分一下。 全部積分。 就是說,我從x的負無全大到正無全大。 因為,它存在delta x-a。 它存delta x-a的話, 它的定義是這樣子的。 所以呢,我們現在就可以把這個寫成。 所以呢,我們現在就可以把這個寫成。 f a 提出來。 它這個常數啦。 那麼,delta x-a就留在裡頭。 這算dx, 就是,負無全大到正無全大。 這個就是代表一種稀率啊。 它就在x等於a的地方有。 其他地方沒有。 它就說,我在這裡找。 從負無窮園一直找過去。 這裡也沒有,這裡也沒有,這裡也沒有,這裡也沒有。 這裡也沒有,只有在這裡。 百分之百就找到它。 所以說,你只要地坦式的尋找。 這個一定是等於1。 所以這個字就變成a。 所以以後你要碰到這樣的一個積分。 你就可以知道,只有f a存在。 f不等於a,那統統等於0。 好。 好,現在我們用這個定義來求這個積分。 要積分去這個。 那不然你就先看這個啦。 它在delta這個函數旁邊。 只有到x等於2的時候,這個函數才有值。 x不等於2,這個都等於0。 所以我們就說,就這個。 好,我們就把這個再寫一邊。 那麼,這是2才有值啊。 所以它就是2的345。 裡頭就變成delta x-2。 乘上delta x-3。 從負無窮大到這麼無窮大,這個是1啊。 這個幾率是百分之百。 所以,就等於8。 OK。 以後, 告訴你一個電荷做什麼樣的分布。 要做一個環狀。 那它們, 它們, 它們, 只有在那個半徑圍, R的地方, C的是90度的地方, 存在。 別人平常都不存在。 那個時候,你要把這個delta function, 自己要把它寫出來。 自己要把它寫出來。 OK。 好,現在我們就看這個, 這個是舉一個例子, 我們怎麼計算這個。 我們說這個delta function, 你說我x-2, 或者我用其他的delta function, 來表示, delta function就是delta function, 它本身, 沒有什麼差別的。 我們現在舉一個例子來看。 這個東西, 就是一種量。 我們就故意把它寫在這個裡頭。 以後, 我說過, 像剛剛我提的, 電荷做什麼樣的分布。 你就可以把它寫成一個delta function的樣子。 把這個計算放在這個計算套裡頭。 我們說, 如果, 這個是一個規則, 為普通的函數。 主動的一個函數。 那麼, 而, 這代表一個delta function, 這個 function, 跟, delta2的這個 function。 你看, 一個是1, 一個是2。 但是它這裡頭都是一樣, 都是x, 它, 它是兩個, 為2。 delta function。 好, 那, 我們說, 你要求, 這個點兒, F, F,E, X, B。 那, 它跟, 你的delta function, 換成, 大, 一, 2。 是一樣的。 它, 其實呢, 它, 只看這個裡頭, 這個, 一樣就好。 外頭, 你用什麼, 不好表示都沒有關係。 這兩個是相等的。 有這樣的一個表示法。 好, 再來我們就看三維的, 三維的這個, delta function。 好, 三維的我們用這樣子寫, 如果迪卡爾坐標的話呢, 這是球坐標啦。 如果迪卡爾坐標的話, 這一點呢, 只存在, X等於零, Y等於零, Z等於零處。 其他地方, 你都找不到。 其他地方, 它都不存在。 好, 那麼, 這個地方的R, 向量, 它就是代表X乘3。 有時候, 迪卡爾坐標, 我們用這樣的一個單位向量, 不一定要用I, J,K, 是位置向量。 好, 那現在, 我們就定義, elta 體積分。 剛剛這個都是線積分, 剛剛的一維的是線積分, 現在三維的話呢, 是體積分。 我們要找的就是all space, 所有的空間我們都來找。 好, 那麼, 這個值就相當於, 怎麼呢? 相當於, X, 從負無窮遠到正無窮遠去尋找, Y, 從負無窮遠到正無窮遠去尋找, X, X,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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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機率是1 那現在我們拍一個例子 地坦式的尋找 現在就說這個東西只存在什麼地方 R等於A 剛剛那邊只寫一個R就是R等於0 在R等於A的地方 這個東西就在那裡 別的地方沒有 因此你這個積分的結果 就是F只有在R等於A的時候 它是等於FA 其他的時候它都是0 所以這個時候它就變成 這個就是1了 對不對 所以它就等於FA 它是這樣的用法 好,現在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看一個例子 我們現在要求 這個氣氛 要怎樣? 是什麼問題? 箭頭是吧? OK 箭頭 它是一個向量 好,我們看這個 如果我有一個量 J 它是等於R平方加上2 這個函數 好,這個地方 你們上次用這個V 這個就是說 這個積分的範圍呀 是以V點為中心 它在圓點點 好,這是一個球 球 在圓點 OK 我們V在這個地方 它的半徑呢 它是一個球面 那這個就是它的體積 這個球的體積 我們要求這個 值 我們就把這個 釋子呢 這樣子寫 這個 這個 我們剛剛 最後求過 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這個是等於四拍 這個是等於四拍 這就是一個雕方 四拍 乘上 delta 我們剛剛說 這個東西可能會有兩個字啊 對不對? 看它R等不等於0 R等於0 R不等於0 我們就把它寫成 delta function delta function 然後呢 delta是R 對 所以當R等於0的時候 這個函數 等於0的時候 你才能找到這個東西啊 所以說只有R等於0的時候 它 存在 R不等於0的時候 它都不存在 因此這個就等於 等於四拍 當然可以提出來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常數 常數 這個 我們照這個順序寫 這個提出來 0加2 0加2 再乘四拍 然後呢 是delta 那麼 我們在這個 這個是在2等於0的處 其他都是0 所以我們以這個為圓 求心的話 你找整個的求 一定找到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幾率 這個就是1 因此呢 它就變成8拍 所以這個幾分呢 就是8拍 就是8拍 那麼 這是用delta方圈很快就得到這個結果 如果你不用delta方圈 那麼 各位書上也有這麼一個 另外一個方法 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把它展開 不過它很長就是了 我們不花這個時間了 你們可以 書上去看一看 書上看一看 最後我們就看看這個 高師定律 我們來看我們的高師定律 我們來看我們的高師定律 我們現在回到我們前面講的 Divergent 1 它可以等於 4拍 Epsilon 0 我們先看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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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一個 一個區域 這個區域呢 這個區域呢 大 就是圓區 圓區 它裡頭呢 有 電荷密度是 R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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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處處不一樣 我們先要求這些電荷在這裡 產生的 電廠 我們當然用連續分布的電荷來求 這個如果是O的話呢 我在這個地方 取一個 體積的基數 這個是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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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裡到這裡 這個就是R 我們說這個電荷 這個地方的電荷 這個地方的電荷 是由這個電荷 如果這個是D TAU 承上這個地方的Rode 這個地方的Rode 這個就是 DQ P 有點電荷的電荷 我們知道這個電荷可以寫成這樣子 DTAU 他可以寫成 四排 Y0 我們先寫E1 分子E 然後是Rode PRO R PRO DTAU 這個是R 我們用R 我們用R2 DTAU 這就是DQ 這就是DQ 然後有一個R UniVector 那麼 積分的話呢 我們按照圓區來積分 就是我們這點是固定的 都是電荷分布在圓區 所以它的積分 這點是 這個留在裡頭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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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uare D DT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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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它的UniVector 還在裡頭了 它要G整個TAU G整個TAU G整個TAU 就是電廠 這是電廠 就是由這個地方 電荷在這裡產生的電廠 現在我們要問 Divergent E等於什麼 就是這個電廠的 閃度 閃度 那我們就把 這個Operator 帶進去 它從Operator在 你看這個沒有打Pram 沒有打Pram的話 它只對R 它積分 只對R為分 所以它現在是為分這個 這裡頭有R 有R 有R 微分這個 然後呢 乘上 R R 再乘上 DTAU 等於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就要把 這個 4P 乘上Delta 方形 帶進去 它就等於4P Y0分之1 它就是4P 乘上Delta 方形 Delta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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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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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成这个样子就是说 R等于R'才有值 R 就是R'等于R才有值 要不然的话都没有值 所以呢 这个就变成 四拍 Y0分之一 四拍拿出来 这个必须要等于 R'等于R才可以 那里头就变成 这个积分等于1 等于1 All Space 这个就是1 这个All Space就是被 圆区 圆区通通寻找 一定可以寻找 这个Chart一定可以找得到 所以 最后呢 就是等于1 四拍的四拍元 就等于R' R' R' 那于是我们就有 高斯定律的 微分式 高斯定律的 微分式 这就是高斯定律的 微分式 高斯定律的 微分式 这就是什么 你都把它 在一起把它记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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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